人参养容汤,出处,三阴级一并正方论,分类补一剂,气血双补,方济,十全大补汤加减组成,白勺九十克,当归,肉桂,制干草,陈皮,人参,炒白竹,黄芪各三十克,五味子,茯苓各二十二点五克,朝远至十五克,严惩粗末,每次十二克,加生姜三片,大枣一枚,水煎浮。 近代各适量,做汤水煎浮,煮至 一,止脾肺气虚,容血不足,经济健旺,清汗发热,食少无味,身卷肌瘦,色哭气短,毛发脱落,小便赤色。 二,抑制发汗过多,身震震摇,精剃肉。 加减,人参,白竹,茯苓,甘草,陈皮,黄芪。 当归,白勺,熟地黄,五味子,贵心,远至。 归精,此手少因手足,太阴气血要也,方易。 一,熟地,龟,勺,养血之品。 二,身,其,灵,树,甘草,陈皮。 补气之品,血不足而补其气,此阳生则应长之意。 三,且身,其,五味,所以补肺。 四,肝,陈,灵,树,所以健脾。 五,龟,勺,所以养肝。 六,熟地,所以滋肾。 七,远至能通肾气,尚达于心。 八,归心能导猪药,入营生血。 九,五脏交养护益。 故能统治猪病,而其药则归于养荣也。 肩斧法,加姜,早煎。 用法,上措为散,每幅四大前,十二克。 用水一盏半,加生姜三片,大枣二煤,煎至七分。 去子,空腹服,一克做汤剂,水煎服,用量浊减,静剂,由于因虚仰望而至心剂。 自汗,失眠,健忘诸正者,不可用本方,类方比较。 本方与十全大补汤组成相似,均用于气血两虚症后的治疗。 但本方重用白勺,故药性偏寒,且无形气冻血之传胸而多养心安神之五味子,远至。 较至十全大补养血之力由助,并赠宁心轻补之功。 故疑于气血大虚而偏热,兼有心神石宁之症者。 而十全大补汤中,助药用量相等。 故药性偏温,疑于气血大虚而偏寒之症。 本方十二味药中有酒药与内补黄旗汤相同。 锦绍川胸,麦冬,耳朵橘皮,白竹,五味子。 硬无川胸且重用白勺而补血之力更强。 有白竹则补气之功一加,再加五味子养心安神。 橘皮力气形至,本方补一气血。 养心安神作用较盛,故方以人参养溶汤明知。 内补黄旗汤,硬无白竹,五味子。 故补气,安神与补血之功均不及本方。 二方均为补中兼轻之剂,但后者主要用于创阳外症的治疗。